这个学程是半导体制程学分学程是由理学院来拍摄的 我是化学系的李冠伶老师 其实今天的内容大概分成三个部分 一个就是设置的目的跟未来展望 设置的目的还有如何修课 未来展望三个部分跟大家说明 首先设置目的就是为了要培养本校学生 具有进入智慧科技与电子产业的就业能力 期望本校学生不仅于教育领域能够担任教师 也可以于科技电子产业担任重要的研发人员 那这个等于是说希望同学修了这个学程 你将来你假如有除了原先你可能也有志于要当老师作育阴长 但是也许你如果说今天修了这个学程 那将来也许你觉得你往那个业界 像半导体相关的或其他的高科技产业 你也有意愿要去就业 那我们希望说你就说过这个学程 也许将来你要就业的时候会能够对你有一些 有具体的当助 那这个就是这一个学程设置的那个地 那当然讲到半导体其实我就不用多说 因为大家都从去年开始应该前年吧 我常常听到一句话就是户国神山 那当然指的就是台积电 那台积电跟我们高雄 那从那个大概去年开始 就是有那个 等于是他们要带那个男子那边设厂 相信这个也都不是新闻 大家应该都很清楚 所以我这边就很快的 就是也剪贴了一些 那这个所以现在其实已经在都已经在开始 那个就是要在对建厂 他们都已经开始在在设置 那那这边的一个一个数据 给让同学参考的就是 预计113年开始营运 初期会有1500个以上的就业机会 那年产值是1576亿 那底下这一个这个部分呢 这一段落是说 当当初台积电又来高雄 那个这个动体 就有关这个动体仪式 那其实这边看到就是 这些重要的全世界的半导体的设备商 都来那个参 就是来那个参加 参加这个动体仪式 那这个这个段落的新闻是跟同学 让同学了解 其实今天 那个台积电来高雄 不是说只有他们会来 通常他会把整个产业链带来 也就是说他事实上 真的会让高雄 让南部 让高雄这边增加这个就业机会 不是只有台积电等谁 他其他的一些相关的 一些那个配合厂商 也都一定会进驻 所以我们可以预期的就是 接下来 这个 接下来将来几年过后 在以这个男子 这边为中心的相关的半导体 的这一些的那个厂商 他的这个就是那个工作的机会 应该是会大量开除 那那所以我们也能在那个化学系 还有跟理学院 这边在当初就是 台积电要来之后 我们就是一直想说如何可以 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那个系 对校内 对校内学生能够有一些帮助 那我们也希望说将来 我们的那个毕业生 那也许觉得高雄是一个不错的 那个居住的那个地方 那如果又被半导体的那个产业 有兴趣 那可以留 毕业后可以留在高雄这边工作 我相信这个 这个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那所以说 以下这个新闻就是说 之前嘛半导体 其实都是在中北部 最南边大概就到那个南科 那事实上在高雄这边 其实不断道别的 老师不好意思 那个同学反应声音有点小声 声音有点小声 是吧 可以再靠近麦克风一点这样 好的 好那这样有没有比较好 这样可以吗 还是还是比较小声 同学有这样子有调整过 有没有比较好一点 对 这样可以吗 没关系我们继续进行好了 他没有回应 好好的 那就是如果还是觉得太小声 再麻烦 再在那个 在那个 那个 再提出一个好 好 好 那所以呢 因为今天时间有限 所以我就挑重点讲 所以 简单讲就是说 我们 就是整个 大家也就知道 从新闻上面 那所以整个台湾 其实就是半导体产业是国家支持的一个 就是未来 未来的那个是国家支持的一个产业 那那也是我们台湾一个重要的一个产业 然后那当然我们人才培育 是一个重点 那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这个学程就是能够 那个帮助同学 在未来几年 假如你有你有兴趣要去那个半导体产业的话 能够能够顺利的到里面去去工作 好 OK 所以呢 这个这个就是一个 那个半导体产业 一个就是等于是对于有志于想要进入半导体产业的同学 事实上 在这个时间点 从现在开始的未来的5年10年 其实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好 那接下来就是如何选课 好 那同学只要记得就是一个3加3 只要3加3 学程清中过 第一个 第一个3 就是你要来选这个学能 你必须已经修过这三 修过 这三门课都必须要修过 所以必修三门课 好 首先好 那那个第一门就是普通化学 那有开设这一门的就是化学系物理系跟生科系 那第二门就是维基分 那有开设这一门课的有化学物理数学还有生科4个系 那第三门就是普通物理系 那有开设的有化学物理数学生科 所以这个等于是必备的 你有修过了就具备有来修这个学程的才有这个修这个学程的资格 此三门课缺一不可 所以一定要修过这些课 ok 然后那第二个3就是在修在选修三门课 好 那这三门课分别有三个系 首先我们先看第一这个第一列这是化学系会开出有进化学 有进化学光谱分析化学量化学导论材料科学还有光电材料还有表面化学这六门课 物理系会开半导体元件物理固态物理导论半导体制成 雷射导论跟电子物理这五门课 那数学系会开出统计学跟应用统计学的这两门课 好 那所以我们今天有个例子 比如说今天你是化学系的学生 那你已经修完上面说的三门必修 那在这个选修的部分 你只要你需要选修物理系或化学系 你就不能再选上面 你只能选修物理系或数学系 左开的课 你就不能再选原来你那个化学系开的这六门课 所以比如说你可以选半导体元件物理电子物理跟统计学 好那这样子就可以 那当然你假如说你还是想选这化学系六门课也是OK的 但是请记得这样就不列入这个学程的那个有那个学的这个学分计算 这边有有那个最后最后一段有强调 好那所以我们也做了几个例子 比如说推荐 比如说你假如是化学系学生那你可以怎么修呢 那就我刚刚强调过你只要修化学系开的就不算学程的学分 所以你也许可以去学去选物理系开的半导体元件物理还有电子物理 那你可以去选化数学系开的统计学 好那这样子就满足了这个学程的学分的那个要求 好那如果是那个物理系的学生呢 好那就可以到化学系来选好 比如说材料科学来光电材料 然后也再去化选数学系的统计学 好那这样就就是完成三门的选修的那个要求 好那生科的话呢 好那就就是可以到化学系好比如说选材料科学 那物理系半导体元件物理那数学系就是统计学 那这样子就是完成了三门的那个选修 好那当然呢你也可以认你也可以那个 好这边也有有住右下角这边有说 好因为神科系并没有开设选修课 所以神科系学生可以认选 好你就是你你你也不用说是一定要三个系都认选一科 好你也可以比如说三门课都选化学或者说是化学两门物理 或者物理两门物理三门都都可以 ok 好那如果是数学系的学生呢 那就是不能选数学系再开的课 所以其实在化学跟物理 比如说化学就选了材料科学 好那那个方便材料那物理就是半导体元件物理 那这样就是完成三门的那个选修 好所以呢必修九学分 普化普通物理学危机分再加上选修 好任选三门非自身主修科系的选修课 那这样就是完成了这个学 这个学成的那个修课要求 那就可以到教务处去申请得发学成的证明书 好那以上就是就是我对于这个学成的一些说明 那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欢迎那个发问 谢谢各位同学谢谢